昨天认识了一个小伙子叫小尚 没上过大学 18岁就开始给人打工 他爹妈也没背景 他现在是一个耳机专家 我认识的人没有能超过他的 即使CCTV技术部的主任 总工程师老邓可能都不如这孩子 这孩子说我拍这个一镜到底太不严肃 机器太简单 就这么一个简单 说我这不会有人看 他建议我像哔哩哔哩哔哩声那人那么拍 昨天认识我之后 他就给我推荐了几个东西 比如摄影师什么的空间 罗翔说刑法 B站百搭up 我看了之后我不喜欢 最后一个是姜文 姜文文我认识 但是我认识那姜文 不是这样装逼的姜文 给我的感觉 这嗶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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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个装逼 我是摄影的 所以装逼没装逼 按照亨利卡帖尔 不列松决定性瞬间那一下 叫情感达到最高潮 开始松弛的一刹 那就是堪迪派的决定性瞬间 所以我对装逼的老偷笑 我其实现在就在装逼 你看我这帽子 这是新华社 我一同事卖我的 因为我老喜欢收集怪玩意儿 你知道说迪克西的土地吧 延安那会儿有迪克西的使团 就是指美国内战南方的那些 这是吗 他说是 因为我也不知道 我也没参加过 1861到1865的美国内战 所以我真没办法说这个东西 一说到照相 照相的里边装逼到顶的 就是莱卡 莱卡里边装逼到顶的 是莱卡M9 为了装逼 我拿起一个莱卡M9来 我不仅有莱卡M9 我还有莱卡M6 我还有莱卡3 还有 我相信我说完了之后 我又会会来新的莱卡 既然装逼就得像 我仍然喜欢我这一镜到底不剪辑 因为一镜到底不剪辑是不装逼 没逼你装什么逼啊 所以没逼不装逼 我的一镜到底不剪辑 也不是知识 也不是技术 也不是哲学 但是什么呢 是情感 就是好多事让我高兴 让我愁 让我生气 我一生气 我就情感上受到触动 我就开始喷 是真清实感的喷发 嗯 莱卡M9 是莱卡自主开发CCD的最后一个机器 以前电视台都是买摄像机 专业跟业余的区分是几块CCD 嗯 一般专业都说要三个CCD的啊 三个CCD就是专业的了 电视台都喜欢用三个CCD的 这是第一 CCD得多 第二 CCD得大 CCD越大的 一英寸的最好哈 四分之三英寸的就不行 二分之一英寸更不行 四分之一英寸的更不行 那就业余的小摄像机了 嗯 因为 摄影 就是摄像啊 来自照相机 嗯 电影 35毫米胶片 来自135柯达胶卷 所以 最初设立 柯达 35毫米胶卷 就24x36 嗯 基线测距旁轴取景 的 这类相机 其实有好多 蔡斯伊康啊 呃 耶拿 耶拿蔡斯 卡尔蔡斯啊 只不过他们折腾东德西德 啊 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给折腾没了 只有莱卡 始终在资本主义那头 就把自己做活了 尤其到了80年代 80年代 他又在自己 基身这装一大红点 啊 装一大红点 装逼 其实以前一直是没这点 这点大概到1982 还是1983年啊 就是我批大毕业那会儿还没有呢 说到这个莱卡 莱卡是中国卖的最好的相机 为什么呢 它是一个神话 它就不是相机 真正会用莱卡的不多 嗯 比如我大哥谢海龙拍过那个叫什么 呃 呃 大眼睛啊 希望工程 希望工程 啊 呃 中国有个金三角摄影协会 金三角摄影协会 有三个名誉主席 第一个叫王文兰 嗯 第二个叫谢海龙 第三个就是在下 嗯 就是我 为什么我说这金三角摄影协会 金三角摄影协会跨三个省 四个地级市 这三个省是哪三个省呢 陕西省 河南省 山西省 我一说这三个省你们就马上知道 都是中国历史上的核心的地位啊 这地儿是从来最装逼 嗯 这四个地级市我再说一下它的名字 陕西的渭南 啊 渭南有底下那些县我说说吗 一说更吓人啊 铜关 嗯 啊 华县 华阴县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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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平 白水 呃 我就不我不都说了 最一直到最北的韩城 韩城就是司马迁他们家啊 啊 铜关就是呃 二三战时还有那个蒋介石 呃 去视察前沿啊 古代更甭说了 嗯 曹操马超 多州必见于渭水 就是渭南 嗯 渭南只在这四个地级市三个省里边才建一个 河南也一个 叫三门侠 以前没三门侠 以前叫陕州啊 陕州以西叫陕西 陕州以东啊 啊 叫河南 这个地方大河登流 李麦同志 大河文流也是在这 好多中国优秀的文学作品也在这 那些什么隔脉子的什么的全都是这啊 啊 那个冯小刚1942那些逃难 由这往西逃过铜关去陕西的 也是陕州 现在陕州叫三门侠市 这三门侠市怎么来的呢 五人元带修了三门侠水库 把这带全都淹了 王震说我要在华山顶上去洗脚 华山是一地最高的 中国老有知道 东越泰山啊 西越华山 西越华山长得特别锐 煞巴那日儿 就一般形容西越华山就说 就像二郎神的三尖两尺刀 三尖两尺神风 就是西越华山 西越华山前几年修一个纪念碑 就是一个大鸟 写的华夏之根 后来又给拆了 而且那个纪念碑那四个大字 是特别有名 特别有名 一大官写的 网上你搜还能搜着 这个西越华山下边就是黄河 黄河在这儿 由南向北 从司马迁他们老家往下留 留过那个王大平他们老家 就是号称发明了方便面的 就是寒信汤水过河那地儿 再往下就是马超逮曹操 曹操惦记张秀的媳妇 让张秀查店给宰了 夺虚 人说长胡子的是曹操 曹操就把胡子赶紧隔了 骑着马跑 穿黄袍的曹操 曹操赶紧把黄袍就给扔了 就是那个地儿 再往下留就留到了通关 黄河在这儿撞上了华山 一直朝东流 就是大河东流去 大河东流去 山西在这个摄影协会里边 有两个地级室 一个叫韵成 韵成也出了好多名人 就最近那什么都最大 那都是这儿的 还有一个叫林芬 两个地级室 这四个黄河边上的 历史最悠久 最能折腾的 出了我们中国最著名的名人的 这四个地级室 组成了一摄影协会 摄影协会的主席 我说的就是中国日报的 王文兰 希望工程的大眼睛的谢海龙 和在下 我是这协会的主席 我参加这个协会啊 就是想过去玩 因为我喜欢微服厨房 又回来了 你看我喜欢用来卡式相机 为什么 这相机小 我就不拿我大个的相机了 我拿还得翻箱倒棍啊 那大相机太大 我现在就讲 我用我的来卡 在这段经历的一件事 在这几个地方 我最喜欢的是陕西 因为陕西离北京最远 陕西我最常去的是西安 西安人呢 西安的物价比北京低 所以去西安呢 一般挣不着钱 去西安给的钱最少 那时候我当畅销书作家的时候 写书 在各地卖书 最收不来钱的就是西安 所以出版社都不愿意去西安 西安的经济水平低 这是我在西安 这是我在西安走 这我也不记得什么街了 老孙家泡馍 他们都去吃老孙家泡馍 你看我这边上 这是我徒弟拍的 我徒弟抓拍就好玩就有细节 你看我后边 一大嫂在那知什么东西 我这边一孩她骂 背后是老孙家泡馍 西安明痴 我去呢都是很奢侈 她说要接我 因为啊 就是国人在世界上行走 唯一有可能死了的就是车祸 其他都不会 什么战场啊 罗伯特卡帕都到不了 中国人胆小啊 不是胆小 智慧 他们就不去那危险地儿 唯一去那危险地儿的海湾战争 十二亿中国人就选了一个我去的 就我这儿了 到那儿我又怂逼 怂逼加运气好 不一定能把我打得死 你看我出去的时候都有豪车呀 这都是大的号了 我就不能漏盘了 漏盘了以后 人说我超标 我去哪儿呢 我去秦岭 秦岭在陕南 我第一次去秦岭是1988年冬天替新华社 新华社在外边还有一个名字叫New China Picture Company 新中国图片公司 替新中国图片公司给美国柯林斯出版社拍一本华册 叫大熊猫的神秘世界 我不爱说那本书 因为那位拍那本书 你看我右腿 我妈残疾了 谁跟我提这件事 我就想拔手枪 这就是秦岭 我被洗得干干净净 坐在豪车里 我在我爬秦岭的时候 我背后都有人给我拿着伞 跟我保持一段距离 因为我老闹狗脾气 我说你别老离我这么近 给我点自由 在那里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 逗号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这是共产党学员里的话 我爬山是真爬 所以你看汗流甲背 而且我爬山过程中 我喜欢走没人走的路 我和当地的人攀谈 你看我投生这些汗 我通过谈话 这是我徒弟满目东拍的 我徒弟是个回回 那时候我用的iPhone4吧 秦岭这小秃狗啊 现在全都改养狗了 这狗也不知道脏不脏 有没有跳蚤 我也拿起来抱抱它 现在上秦岭都有缆车 我逮熊猫的时候 都是爬上去的严寒 现在你看我都老了 他们怕我摔了 还有人掺着我 这秦岭偏僻的地方 就说穷山恶水 丑富刁民也出傻逼 这就是一傻逼 傻子 我给他拍照 他还敬礼 就是近亲繁殖的那个 就是当地的领导陪着我走 我喜欢蝴蝶 我来这干嘛呢 这在秦岭里边盖了好多院子 你看 西安院子 CCTV年度记录大片 院子 那个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 就没有革命的行动 所以宣传特别重要 笔杆子 枪杆子特重要 在战争年代 枪杆子 笔杆子重要 在和平年代 笔杆子跟钱 特重要 战争年代 笔杆子跟枪 特重要 这就是秦岭的院子 大豪宅 里边全是美女 美女都跟西施似的 都换纱 穿得盈盈抄抄的 里边还都放出烟雾来 西安院子 我住在院子里的时候 就我一个人 还有好多大美女 还有我徒弟 这是院子的开发商 一个陕西裔加拿大人 这是陕西文联主席 这个中介这女的是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 毕业的一个陕西人 就是张维莹 张维莹也是陕西人 张维莹是毕业的一美女 说老鸭来 特意在这儿 接待我 他们都穿的西装革履的 我这个北大光华管理学院 这学妹的裙子有点短 这都是陕西的名人 要在这儿做一台节目 我也没衣服全身臭汗 白天穿晚上洗 第二天再穿上 你看这当地的美女就都来了 CCTV年度记录大片 院子首映 高鹏 中秋 假作 这都是当地的名人 一二 不仅当地 这我 我就不是当地的 这是我 老不老是 坐这儿还猴咯巴唧的 猴气太足 虎气不够 CCTV说好 这秦良就盖起好多别墅来 其实每一件事背后都有很深的策划 我当时就觉得这是个事 所以我很认真地拍这些东西 去的 刚才那也没事 也没漏点 那是我洗澡 去有头等舱 是吧 我只需要背着我这帮装逼的机器 啊 佳能 尼康 这尼康就是我让马卫都用的那个马卫 马卫东用的 他给我摔了 这样青苔给划了那个 这是老邓给我的摄像机吧 所以我每次出去带好多个机器 其实没多少行李 然后晚上把白天自己都满身失汗的 从衣服到裤衩全取了量 我在哪呢 我在这镜子里 怎么用啊 这西安人喜欢用一个词 叫叫装饰吧 就是装逼 或者什么 他们叫炸饰 叫炸饰 比如这个字就最炸饰了 叫银银面 这字叫银 如果不是陕西人一般不认识 银 你看 已经不是字了 都是幅画 已经不是画了 都是哲学 已经不是哲学了 都是宇宙 已经不是宇宙了 是个universo 这是我徒弟 我让相机挂脖子上不挂脖子上 一会儿青苔一滑 这俩全摔出去了 这是我徒弟 我在前边走 他在后边走 现在我这徒弟是北京电视学院毕业的 跟我这实习 现在也不知道这徒弟在哪儿去了 这是我徒弟 坐在缆车里 秦岭魂 其实挺好一石头 一写秦岭魂给写坏了 秦岭魂还没写坏 我这傻逼往这一站 给站坏了 接着还回来说这秦岭的院子 你看 这是我跟我徒弟拍这些美女 幻纱影影超超的 拍美女呢 平常我用的是尼康 但是来拍美女这活动叫什么呢 叫敬美华夏 大美中华 见证的力量 把全世界最著名的摄影家都给请来了 这都是名流啊 就我不明 这个我认识 最早是三秦都市报的 后来是电视主持 闪台最有名的 现在是到上海 我估计现在已经移民不在陕西了 这是院子之前的更著名的一个别墅的开发 这就是甲平八 这是我拍的 那会数码相机还不行呢 所以看着有点不清楚 这是甲平八 甲平八前面你看这放着一莱卡没有 这个莱卡 这莱卡就是我的M6 我找出我那莱卡M6 用找吗 不用找了吧 不用找了 人家都知道我不装B 我就不找了 这是胶卷的 所以背后还有这个盘 你能看出来 这是莱卡M6 大家都找甲平八 都找甲平八 我拿一莱卡找甲平八 甲平八认识 陕西人最看中 莱卡一看认识 甲平八是写废都的 写的讲究 里边一个人吹牛逼 不叫吹牛逼 叫熏 我中学的时候有个同学 他们家是中国音乐学院的 叫史振良 史振良他爸是中国音乐学院的党的头 史振良有个妹妹特美 是我中学时代 我认为最美的校花 史振良现在在加拿大 他是北方交大 无线通讯专业毕业的 我上了屁大 这没用啊 他就上北方交大 他会拉二胡 在我们中学 他跟另外一个人 每年学校开大会 他都是男女 二胡 齐奏 跟他一起拉二胡 那人叫程黄元 他叫史振良啊 他就用泥捏这么一个东西吹 我老说吹牛逼 他说这不叫牛逼 这叫熏 其实长得也黑了巴唧的啊 就跟那个紫砂壶一个颜色啊 也确实是牛逼的颜色 嗯 那是陶器 陶呢 没经过火烧 怎么让那个泥干了 又又不变形呢 他就老拿个玻璃瓶子 在那个熏上边 这么来回磨 磨磨磨 越磨越亮 越磨越磨越亮 他说古代做熏 就是什么 磨出来的 嗯 贾瓶瓦的那个废都里边 就有一个文人 无耻文人 老在乡 西安的城墙底下吹熏 啊 这个跟贾瓶瓦一起握手的 就更玩大了 这个 这人叫什么 义中天 嗯 义中天 贾瓶瓦 还这个 陕西文联主席 啊 这属于是三国演义了 这三个人 第四个被请来的牛逼的人 就是我 但我狗屎上不到台牌 我老在那拿照 你瞎逼照 啊 所以我都没有他们著名 我也没作品 嗯 义中天 啊 讲三国 贾瓶瓦写废都 这文联主席会书法 我什么也都不会 我呢 就拍点照片 啊 当年拍照片 现在还刀臂刀 刀臂刀 瞎说 义中天 贾瓶瓦 陕西文联主席 义中天 贾瓶瓦 陕西文联主席 嗯 这个别墅 大楼 叫 智珍 这智珍 这字叫什么呢 叫秦 念真 智秦 啊 就说你到了秦了 你才牛逼到头了 啊 啊 智珍智美啊 真就是绝对好到头了 头子 东北华叫头子 啊 这个大楼叫 叫真 就是智秦 啊 秦的头子 嗯 这也都是当地著名的美女 啊 陕西一看人都认识 啊 然后 贾瓶瓦 作诗一首 啊 呃 那谁 贾瓶瓦一作诗 一中天那三国演义都想不出来 嗯 然后我这照相的就更 更没什么了 啊 啊 奢华的东西我不喜欢 我更喜欢像陕北啊 那些穷人的生活 或者秦岭的生活 那都是吃什么呀 啊 你看就这个 饼 辣子 啊 辣子饼 这叫清辣子 嗯 接着说这院子 陕西喜欢盖房子 最古代盖子叫 厄房宫 陕西人念厄旁宫 就是厄房宫八百里 胳膊下金灵一个使 就是史湘云他们家 红楼梦里边 最后一把火烧了 楚人一句 楚人是谁 就是项羽啊 楚八王项羽 就是老说 楚随三户 王勤者必楚也 就是楚人脾气大 楚人就是湖南湖北人 啊 一把火把厄房宫烧了 但是在自古以来 陕西竟然就喜欢造大宫殿 嗯 由秦二皇开始的 秦王扫六河 虎视河雄才 嗯 这个院子 再回到这院子 这院子就是 陕西秦岭的龙脉上的 院子 嗯 现在已经拆了 所以我这照片就值钱了 你看这院子里边 这些美女 是吧 弹着古琴 换着纱 个个三维都好 嗯 都是找来的模特 啊 你看看这些女孩 忧郁的女孩啊 背后还有云山雾罩 嗯 这小玉手 嗯 哎呦 这不是 这还是我学妹啊 就是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毕业的学妹 我学妹坐着 我这角度有点低 嗯 把这袜子 根都给拍着了 后边这个 孙子就是我徒弟马不动 把我相机给摔了 你看 还往墙上马呢 嗯 晚上我们在秦岭院子 接着讨论 嗯 这是陕西文联主席 啊 冒雨在这 嗨 说 嗯 呃 我一出去就是背着我这个 莱卡六 莱卡什么 嗯 呃 后来这个秦岭院子 这事弄大了 把全世界的摄影家都请来 在这牵个道 啊 参加这个活动呢 叫生态文明与影像文化沙龙 嗯 你看这些都著名的老外 看着眼熟吧 有的是演电影的 有的是拍电影的 把他们全弄到中国来 啊 然后中国摄影家协会的领导 这原来就是新华社记者 后来到摄影家协会当领导去了 啊 然后把这些老外都请来 嗯 你知道来的老外 美人的 除白吃白住啊 还有什么好处吗 美人一个莱卡啊 说你怎么知道了 我也是其中一个 也答应给我一个莱卡 不然我去干嘛呀 嗯 这帮老外在北京开完会 吃完了喝完了嗨完了啊 然后就一起 就都奔西安了 嗯 都是头等舱 我还带着我徒弟啊 这般人嗨上去的人 每人给个莱卡 嗯 啊 去那住这大床 Keen size 敞开了嗨啊 颠乱捣风 这是胡颖 是我同事 嗯 新华社理论研究室的主任 啊 电视台都来了 老外 白吃白住 还给莱卡 个个对着镜头 说好话 嗯 嗯 他们不让我说 我他们这压嘴 不会说好话 不会顺风接屁 他们说的全好话 我又坐着头等舱 喝着小米粥 吃着火烧 这穷逼命 看着我窗外的竹子 我住的那个院子的小院 叫常乐居 嗯 锦绣华夏 大美秦岭 远处是秦岭的太白山 太白山就是秦岭的主峰 嗯 齐花一草 异乡出逼 美女如云 啊 大家在研讨影像的力量 这就是给我的莱卡M9 本次来这次活动啊 说给个莱卡M10 这就是给我的M10 M10当时叫大M 你看 这些老外啊 因为莱卡太难用 真正盛家 没人用莱卡的 这老外用的是索尼 嗯 这是新华社中央组黄静门 用的是尼康 嗯 这是我 这是我 用的也是尼康 这是我 我这尼康不是新华社的啊 我这尼康是C 是尼康公司给我的 嗯 静美华夏 大美亲领 院子 嗯 这是个莱卡M 嗯 你看每个老外都拿着手里那莱卡 为什么 没人用莱卡 莱卡太难用 嗯 莱卡是装逼的 真正干活的 还得别的 还得尼康加能 嗯 来了一鸟 落在我旁边这固定的手上了啊 配合装逼 哎 一看见我 耳目喉舌 这鸟干脆就飞我镜头上来了 嗯 嗯 这是我 我的桌子 还有桌窃 唐世增 嗯 哎 他们一看这鸟都往喉舌上落 他们都来拍我这鸟 嗯 这是我 发我这个莱卡 白莱卡啊 我不喜欢白莱卡 我想要黑莱卡 但是先拿着手里再说 别一会儿 一会儿 一会儿人不给了呀 所以我报警了我这白莱卡 嗯 给一莱卡 还给一张 呃 皮影 还给一画 但是得到台上说一下 你看每一个站在这的人都给了一莱卡 莱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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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没拿钱 拿一莱卡 你看这老外 嗯 拿着莱卡 泡着 拿着中国莱卡 泡着中国妞啊 嗨了 我平时是用俩尼康 现在我多了一莱卡 黑M 我这还没高兴 玩呢 这组织这个活动的来了 说老唐你那莱卡有毛病 哎 我说是因为莱卡呀 两边上都有这个地儿啊 这叫什么呀 耳朵或者鼻子啊 这是挂相机袋的 我这边缺一个 莱卡号称世界上最精密的机械 给我一崭新的就缺一耳朵 嗯 说我拿回去给你换去 所以拿回去就拿这莱卡 莱卡把工资给我修去了 但是没想到这一修就没再回来 没再回来 哎 因为这都是当年秦岭院子 但这个策划好 把中国古老的秦岭 秦岭 嗯 零度等温县 呃 800毫米等降水量县的秦岭 省都盖成大别墅 盖成院子 再把老外德国人请来 啊 在这修佛像 拍照片 真是一好创意 但可惜这东西我白去半天 没给我来卡 在我后边不便看了 云山雾罩的 那些换杀女的衣服都湿了 湿了就漏点 就不适合拍了 照相这东西 就是装逼 但我不是 我坚信罗伯特卡帕的那句话 如果你拍的不够好 那是你靠的不够近 我靠